活了88年才知道 把皮蛋放锅里炒一炒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的家常下饭菜 喜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青椒去地 再用刀拍碎 切成均匀的小块 皮蛋去掉外壳 刀先蘸水 再切皮蛋 这样皮蛋就不会粘住刀了 再准备4粒大蒜拍碎切成末 4个小米椒切成辣椒圈 全部切好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油热撒上66粒盐 再倒入青椒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炒出辛辣味盛出 另起锅放蒜末小米辣炒香 倒入皮蛋 调味加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半勺鸡精 大火翻炒至皮蛋入味 再倒入青椒 随便翻炒个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青椒炒皮蛋 开胃又下饭 喜欢吃的赶紧安排做起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